小嘴巴 大世界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帶給你 120分鐘聲音鎖匙 打開無窮驚喜 世界除衣門 葉詠詩 逢星期二頭這個鐘又有環節出現 小嘴巴大世界繼續有兩位小嘴巴 和我作為一個客席主持 介紹他們出場 之前在這個環節都出現過 兩位畢業生女同學 就是Karen和Kimi 兩位好 Hello 大家好 各位聽眾你們好 我是梁翠怡Kimi 是香港城市大學畢業生 現在正在從事媒體工作 各位聽眾大家好 很開心又可以上來小嘴巴大世界 和大家透過大氣電波接觸 我是香港教育大學畢業生 去聲援Karen 我現在都在從事教育有關的工作 兩位小嘴巴 之前的身份就是學生 不經不覺之間 原來都已經畢業了 時間過得很快 今天除了兩位之外 也找到特別嘉賓 順利和我們說一個 都頗生活化的 我們日常生活都頗貼底的題目 但是原來歸根究底 要去追本溯源的話 有很多東西大家可以學的 今天和我們說什麼題目呢 兩位小嘴巴 今天講的題目呢 是我個人最有興趣的粵語 亦都是大家 好像Audrey說 大家日常生活都會用到的 而今次的嘉賓呢 是一個我最敬愛的教授 除此之外呢 他亦都是在香港教育大學 有教到中文和英文的學科 他是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副教授 錢智安博士 歡迎你啊博士 Karen 你好 Audrey 你好 Kimi 你好 錢博士 多謝你 我們講粵語 一定要先問兩位小嘴巴 為什麼這麼有興趣探討一下這個題目呢 其實我本身 從小到大和家都是用廣東話溝通 廣東話是我的母語 而且平時我也很喜歡聽一些廣東歌 所以我也很有興趣這一方面 究竟其實怎樣發音 或者他的歷史是怎樣 或者怎樣流傳下去 我也是有興趣知道 我也是一樣 因為廣東話是我的母語 但隨時之外 雖然我自己本身讀的時候是讀英文的 但我發現 越讀得多外語 我越會覺得我們的廣東話很漂亮 除了他很言簡意概之外 他也有很長很長遠的歷史 希望可以再探討多些 所以找到錢博士上來就對了 聽到兩位小嘴巴這麼有興趣 就著這個題目 有什麼感受呢 錢博士 第一次聽到他們想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首先很感謝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邀請我上來 有機會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語言學方面的一些研究 其實語言是一個很有趣的物件 或者系統 因為我們每一早起床 然後到睡覺 十幾個小時 我們不停都用語言去和別人溝通交流 所以我們經常說 語言是一個溝通的工具 思想表達的工具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看語言 不只是單從語法 語音這麼簡單 當然是最基本的元素 但其實因為 語言是人去用 而人是身為社會 而社會上面有歷史 有文化 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 放在一起去看 其實會找到很多 語言裡面很有趣的現象 譬如兩位小嘴巴都說 其實每一個語言都有一個歷史 每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 他可能會和其他語言的接觸 或者講這種語言的人 究竟他的認知 或者他的發展是怎樣 這些通通都可以在語言表現出來 所以希望借今天或者這兩集的時間 和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大家有什麼興趣 有什麼題目想知道 我們可以探討一下 是的 經常都說語言就是 你的思想文化的載體 其實是一個窗口 一道門 你打開後面 其實是一種思想的體系 甚至是一些價值觀的體驗 沒錯 兩位小嘴巴開始了 首先想請教 博士一些什麼方面 關於粵語和語言 首先我知道 大家很多人都會講廣東話 但其實除了廣東話之外 相信各位聽眾都會知道 現在的香港是正在用兩文三語 即是中文、英文、粵語、英語、普通話 講到這個兩文三語的時候 我會在想到以前 跟錢博士學過的語馬轉換 code mixing 即是把英語和粵語合在一起 這個文化是挺值得探討的 我會覺得 什麼是code mixing 我之前印象中就是 譬如我們會講 北牆打羽毛球 而不是說 預訂羽毛球場 亦都會說 發短訊 而不會再發送短訊 所以我會覺得 挺有趣的 這個 是不是香港獨有的文化 或者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想不是的 這個其實 如果是一個比較宏觀的層面 其實是一個語言接觸之下 一個經常出現的現象 所以語言接觸的意思是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他不只懂得說一種語言 而是他會有其他的語言 其實現在這個世界上 都幾難找到一個 純單一語言的人 他又接觸其他語言的時候 其實不知不覺 有時就會 夾雜了兩種語言 在他的說話裏面 有一種說法 可能有些人以前 就批評 用一種批判式去看 就說 他在表演 在表達自己 你懂英文 但其實你剛才說的例子 你想想 如果你不說 發送短訊 你不說發送短訊 其實你會覺得 反而還會覺得很古怪 很嬌口 很嬌口 例如你去電腦店 買一隻 你會不會說 買一隻滑鼠 你可能一開口就說 我的貓屎壞了 是貓屎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還有有些事 剛才說的 是很難用自己的語言 內部的詞 去表達 我相信很難會 特意去說 打印機 但是我們看到 是很有趣的 當這些英文字 進入我們粵語的口語 其實他的體現 不是純粹單獨的英文字 例如我剛才說 Printer 英文標準讀音 就是Printer 聲母就是Pr 如果Karen也記得 是覆附音 就是Pr 兩個做聲母 中文其實是沒有的 中文聲母是不會有兩個附音 走在一起 但是英文有 但是你發覺 香港人一讀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讀成什麼呢 就是Pinter 沒有了R音 因為它會用了粵語 即是同化了 將它入了粵語的音系系統 還有Printer的T 應該是輕聲 unstressed 但是讀起來我們會讀什麼 Pinter 因為粵語的音字全部都是有stress 即是有調的 所以譬如Nooks 明明是Nooks 會叫Nooks Fans 故意加個字 這個大家覺得 最初可能會覺得很古怪 但其實想真點 我們有巴士的士 多士這些字 其實都已經是進入了來 甚至會用漢字去表達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這些 所謂Code Mixing 語馬混雜 其實可能是一個開始的階段 會不會有朝一日 這些字會慢慢變成一個 可以用漢字表達 現在可能只是流通在口語上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現象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注意 當你把這些英文字放進句子的時候 它的語法現象很有趣 譬如你的字本身Print 是一個英文字動詞 表示打人 但是你會說 我Printing 東西 是 Printing 在粵語上就是用來表達 Ing 但是你不會說 我Printing 東西 我是Printing 所以你的動詞 用了英文字 但是你的句法 語法 特徵 仍然是用到粵語 甚至問句 你Print不Print東西 你Print不Print東西 這個Yes No Question 是否反覆問句 我們都是這樣用了廣東話的句式 但是唯獨是動詞加進去 Print了 Print了 沒有 我們不會說Printed 沒有人這樣說 所以你看到 這個字其實 所以有些學者開始討論 嚴格上這些字 還是不是英文字 其實它已經進來 同化了 已經語化了 你可以從這個角度 所以這個現象 其實是可以慢慢去看的 我覺得這幾年最常見 例如Mon Monitor 現在那些人是寫芒果的芒 是 其實有些等於巴士的士一樣 所以我覺得語言 我們其中看語言 這是一個變化 一個演變的現象 其實一個理論就是 語言變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不會說明早睡覺 突然所有東西都變了 一定是Gradually 即是一步一步來 可能有些會先變 可能接受程度高些 慢慢有一些 一路一路跟著進來 現在我們有興趣 如果我們能夠有一些 比較跨時空的 一些材料 語料幫我們去看的時候 可能就會看到不同年代 或者不同時代 的時候 那個語言狀況是怎樣 非常有趣 剛才博士說到的 這一種在外來語 進入了我們自己本身的母語 跟著經過很長時間 甚至我們將它在地化 亦都融入了我們自己的語 這個亦都不單止 只是粵語會產生 其實任何語言都有的 即是你現在英語裡面 其實都是法文的字一樣 當然有些比較明顯一些 Cafe那些 大家都會記得 但有些其實根本上你都分不清 除非你有興趣去讀那個 那些詞語學 即是去看詞語的來源 那你就會知道更多 對 我想不單止是英文 其實普教中 現在都是很盛行的一件事 很多中學小學 其實都會用普通話去當作 即是上中文課 有些學生 其實有個文條說過 有些學生會說行雷 變成打雷 然後電單車說摩托車 刺身會說生魚片等 其實你覺得普教中 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因素 去影響到廣東話失傳 這個問題都很大 請陳博士再跟我們解答 好 繼續有兩位笑嘴巴 就是Kimi和Karen 跟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錢博士 講粵語的使用 甚至在香港這個語境 我們經常說兩文三語 就更加複雜了 好像那個問題 剛才休息之前 Kimi問了博士一個問題 你可不可以再重複一次呢 是的 我正在說 因為英文其實都很盛行 會跟中文融合 其實普通話 都是一個新的方法 去教育學生 會不會其實普教中 是一個因素 去影響到粵語失傳 我自己看 暫時我看不到 失傳那麼嚴重 還有我剛才 剛才都說了 我們是從一種語言接觸 其實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你不能夠避免 兩種語言 一有接觸 它就會有衝擊 在這個衝擊之下 一定有互相吸收 互相影響 這是一個很公平的現象 當然可能有一種語言 會更加強勢一些 會影響另一種語言多些 如果我們能夠接受英語 會影響我們粵語的話 其實我們在客觀的層面 應該普通話影響我們 或者我們影響普通話 都一樣可以 你現在普通話 你查現代漢語詞典 其實它一樣有收一些 很地道的廣東話的口語詞 八卦它們都有 它們都收了 最近這幾集 我以前都做過一些調查 就是看那些現代漢語詞典 由70年代至90年代 或者2000年之後的版本 它們都會接受 所以我們應該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你剛才講到普教中的問題 我覺得現時來講 普通話在香港的盛行 都未去到所謂入獄的地步 即是在日常生活 我們都未去到平時交談 都會用到普通話 而只是暫時在一個所謂 教學語言的層面 或者作為一個學科的層面 即是我有時跟朋友聊過 他們也有時問我這個意見 我說如果他們的境界 就是特首出來講話 都是用普通話 立法會是用普通話 討論辯論的時候 那我說這個情形 就會開始嚴峻一些 但在這個時刻 我看到粵語都仍在 因為我們要定 或者去看一個語言 在社會上 是不是所謂強勢 或者高層的語言 在幾個層面去看 就是看它的使用環境 除了教學語言 譬如媒體、官方、政府、機構 究竟它的口語是用了什麼 現在仍然是粵語為主 你剛才講一些書面語的詞 或普通話詞 會進入了我們廣東話 其實我又覺得 這個不是新鮮的事情 當然現在多了普通話 作為一個學科是會明顯的 我想帶出一個現象 可能大家沒有注意到的 就是 其實我們香港是一個 很有特色 教中文的一個方法 就是用廣東話 去讀書面語的文章 我舉例 你以前讀課文都有 爸爸祖媽媽祖 我們一起上學去 我們一起上學去 整句都是書面語 我們用廣東話 應該就是我們 一起就是一起 上學是上學 我們不會說上學去 我們說去上學 整句都是書面語的詞彙句法 但我們是用標準的廣東話 讀出來 所以其實久而久之 你其實會有兩套詞語 在你的腦海裡面 我們 我們 兩個都可以用廣東話讀出來 慢慢你就開始會有些模糊 就是剛才你說的 魚生 蕃茄 西紅豉 是會不知不覺的 譬如我留意 電台的新聞報道 經常都是 朗讀寫好的文稿 所以他會說 祖父母 是嗎 妻子 兒子 他不說兒子 不說女兒 說女兒 兒子 這個是香港比較特別 因為在內地 是不會有這種情形 因為內地 他一讀課文 一定是普通話 因為那是他官方指定的教學語言 所以他的口語 即是所謂謊言 就只是用於日常口講的 但一朗讀課文 讀報紙 就一定不會是用 他們自己的謊言口語 一定是普通話 所以他分得很清楚的 但香港正正就是 可以用廣東話讀課文 讀報紙 讀書面語 所以讀一下讀一下 你有時都搞不清楚 不過現在大家可能有一些 情感投射了下去 所以有時就會覺得 這件事好像不能接受 但其實我覺得 在某程度上 是一個不能避免的事情 當然我們作為老師 或者作為語言工作者 都可以嘗試去分開它 即是說 看看有沒有辦法 讓大家知道 其實兩套詞彙 即是口語的詞彙 和書面的詞彙 其實說法可以是不同的 我想更加複雜在香港 就是再加上我們要學英語 學英文 不單止說 我還要寫 所以我們就更加有幾樣東西 在我們的腦袋上 好像要經常運轉 甚至是運轉不到 而且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口講是一套 但我們寫的時候 又會有一種標準 就是說這個不可以入文章 這些就不可以寫出來 這些就不可以寫出來 這樣就好像有些混淆 其實在我們研究裡面 有些同行研究 都有講一些叫港式中文 所謂港式中文的意思 就是說是中文 是書面語 但其實是香港特色 是 其實如果你讀英文 也會知道 有美國英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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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英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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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報紙看,我不告訴你是來自哪裏 你看幾行字呢? 其實你看得出這份可能不是香港的報紙 但都是用漢字 但其實你看得出的 裡面有些詞彙,有些風格 例如香港是說的士巴士 但在內地可能會說計程車,公共汽車 台灣是叫出租車 這些詞語就是特色 同樣是指同一件客觀的事情 但體驗出來是不同的 這些就是我們可以分辨到各地 那你可不可以說的士是錯呢? 我又覺得不可以說錯 這是香港的一個比較特別的詞彙 就是因為有英文的影響之下 而出現這個詞彙 但的士這個字是很有趣的 去到內地,雖然很少用的士的字 但又將它濃縮變成一個的字 是打的的 我們又轉回香港,又會用打的的 譬如我看過有些人評論 以前我們都不講小三的 小三是一個地道的內地的詞語 但你現在香港 以前是說以拉、妾士 這些是香港的用法 那你都會這樣借用 互相影響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不過有時候大家 可能情感上有些頭寫 於是有些想法 但其實如果我們客觀點 學科學點來看 其實這是一個交流 不能夠避免的事情 講到這裏 我們… Sorry 我們其實你會覺得 這麼久以來都會有這個交流 都會有這個書面語和口語 日常的轉換 但因為我自己最近 從事教育的工作 有時候學生已經會說 很自然叫我 老師可不可以開空調 但我小時候 仍然都會問老師可不可以開冷氣 其實在這方面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呢 因為這個廣東話和普通話的互動 是多了很多 而令到整個事情有變化呢 其實無可否認 這個的確是 因為如果你看回 我自己小時候讀書 基本上沒有普通話 那時候都未流行 甚至還未講回歸的年代 所以大家對普通話 都不是說看得那麼重 他亦都沒有說 進入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 所以那個影響是… 但剛才我說 只是流通於書面語 即是寫或朗讀的層面 就沒有那麼大 但現在你普通話 可能在學校都會用到 或者作為一些上課交流的語言的時候 是不知不覺是會這樣吸收到的 剛才我所說 即是語言是變化 不是一朝一夕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將來發展會是怎樣的 即是會不會真的有朝一日 在廣東話 空調會取代冷氣 沒有人知道 那麼很多種做法 你可以把它推回頭 我特別要強調 廣東話是說冷氣的 書面才是說空調 另一種就是你有它繼續 看它喜歡轉變 好像一個搖搖板 看它搖去哪一邊 所以我覺得 我們做語言學家 通常的看法是比較 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即是我們不是用一種規範的形式去看 當然我們同時間都會覺得 你要學好普通話 其實是沒有必要去壓抑自己的毛語 或者是廣東話 其實我經常跟學生說 香港是一個福地 語言的福地 因為我們所流通你們說的兩文三語 正正就是現在全世界最最強勢的三種語言 廣東話也都說的人口很多 也都不只是限於廣東 香港這一帶 全世界有很多移民移出去 都會繼續說廣東話 普通話、英文也是世界強勢語言 所以對比起其他很多地區國家來說 其實香港的語言環境是很好的 所以大家應該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學好兩文三語 沒有必要刻意去壓制一方 這裡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語言轉移的問題 在內地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早幾年我回去做一些田野調查 就去海南島三亞做過一些調查 就發現那裡有 其實也不只是那裡 其實全中國都看到 很多小孩子 其實他家裡一出生之後 他家裡是用普通話照顧他 簡單來說 用普通話照顧他 基本上他家裡是不讓他講自己的方言 其實最主要原因是 在幾種語言的程式下 他自己的方言、普通話 你比較之下 很明顯普通話的優勢是強很多 所以在Karen讀社會語言學 你都知道我們有所謂強勢語言 和弱勢語言 這種不是我們刻意去給他的標籤 而你沒有辦法 你普通話在內地是官方語言 所以很自然你要找工作 你要讀到大學 你一定要掌握好的普通話 或者你要離鄉別井、跨省去做事 你一定要用那個共同語言 即是普通話 久而久之 大家就會對他有一種趨之若無 就會想去學好他 有些當然去到很極端的例子 剛才所說 一出生就不讓他講自己的方言 就用普通話 湊大句 我們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們又回到粵語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聽一些要學粵語的朋友 就說很難的 因為那些聲調真的搞不清楚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呢 稍後回來再講 世界徐二門 葉半師 120分鐘 聲音鎖匙 世界徐二門 葉半師 兩位小聚巴之前 都有上過一個很濃縮的廣播主持訓練 記得嗎 在這個練習中 我跟大家做什麼的操練 關於語言上的 考考一下你們 記不記得 會有講過一些語音的問題 亦會有講過一些 可能是咬字上面的學問 我記得 Audrey她之前 寫了一張紙給我們 告訴我們這些紙應該怎樣讀 或者普遍人怎樣讀錯 我也記得 也好 我有點昂貴 聽到兩位都記得 所以今天我們講的粵語 和它的一些用法 甚至聲調和咬字 又交給你們 看看有什麼 要請教一下錢博士 好 雖然上一節 我們提到很多粵語和普通話的互動 但其實都知道 我們粵語好像是比普通話的歷史更加悠久 還有錢博士 你可否為聽眾介紹一下 究竟我們的歷史是否內部很多的呢 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想要知道 現在的普通話究竟是怎樣的語言 有些人說 普通話其實不是一個所謂真的語言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顧名思義普通話 所謂普通的意思就是說 比一般的人可以用到 大家應該要知道 在中國大陸裡面 其實那個謊言的現象是十分之複雜 複雜到的程度 在學術上 方言本來是應該互懂的 因為方言都是來自同一個語言分支出來的地方之言 本來應該互懂度很高 聽得明白 但中國的方言就相反 譬如你如果不學過上海話 你聽不明白 福建 在我們旁邊沒有幾圈 福建山 那些語言 福建話 完全方言是聽不明白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個這樣的國家 如果他的官員是來自五湖四海 坐在一起開會 那怎麼辦呢 你又是說福建話 你又是說廣東話 他又是說潮州話 他又是說山西話 是溝通不了的 所以很自然就需要有一個所謂共同語 Lingua Franca 要走出來 所以基於這個基礎之下 就做了一個普通話的底 即是一個模式 所以如果你上網看看普通話的定義 其實他就是說 以北京官話為基礎音 很明顯他是拿著一些模式來參照 以官話、白話文為語法規範 那為什麼你說要選北京官話 要選北方話 不選我們廣東話呢 這個也有很多學問的 譬如我們知道北方話、官話 通常那個聲調是比較普通 四個聲調 而我們廣東話是有九個聲調 那你想想 還有我們講廣東話、講粵語的人 那個人口分佈 在整個中國大陸 只是佔很少 那你想想要這麼多人口去學 如果你用廣東話、粵語做那個基礎 你覺得哪個簡單一點 因為你要想想 政府還要做一個推廣 他成立了普通話之後 他要推廣 他要花錢、花人力、物力 他要考慮這些所謂成本的問題 所以結果他們選擇北京的官話 作為那個基礎 所以粵語就是一個自然形成 歷史由漢語、古漢語一路發展下來 我知道網上或坊間有很多討論 究竟粵語的歷史是多久 有些說是二千多年 先秦時期已經有 其實如果我們做粵語研究 通常現在的共識 多數都會在宋朝裡形成 為什麼會有人說是二千多年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都說 在古文裡面找到某些字 現在我們廣東話會用 但這個只是可以解釋到 這些字在漢語流傳到 或者承傳到到今天的粵語 但不可以調轉來說 粵語就是二千多年形成 當然背後有很多學問 因為我們研究一個謊言 歷史演變 就不是只看個別單字 有多少留在這裡 而是會看語音變化為主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們漢語的語音 通常都用平常去入四聲 來講它的聲調 然後它中古音之後 就會分音量 所以如果四聲分音量 就應該有八聲 嘩 即是一個謊言 如果它發展得絲絲正正 它就可以分到八個聲調出來 譬如你現在看北京話或官話 很多時候只有四個聲調 即是有些是合併了 但我們看廣東話 我們一般是說 可能你們也聽過九聲六調 所以很多人都會問 究竟我們九個聲調還是六個聲調 其實會不會就是九聲六調 這麼複雜 所以現在香港人會有懶音的情況出現 懶音未必完全跟聲調有關 但也有這個現象 譬如你想想九聲六調 我們怎樣去分 我舉例 譬如我們廣東話裡 有音上調和陽上調 如果你用五聲道比較 一二三調 好像五線譜 我們的音上調 一般標是三五調 三五的意思是上升 由第三線到五線 譬如你說 錢 我要多少錢 錢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婦人的婦 是婦 這是陽上調 大家聽不懂分別 我舉一個比較明顯 老虎 老虎 聽不懂 不是 不是 這就是兩件事 一個是老虎 一個老虎 老虎 老虎 一位老虎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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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讀不出 讀出來時兩個都讀在一起 有些是聽不出 其實我自己也有事 也未必完全分得出來 因為分別的差距 很細微 很細微 所以很容易會讀錯 所以這個很有趣 你會聽到廣東話的流行曲 填詞是很嚴謹的 因為你稍一不慎 一填歪了就完全是另一個字 整個音都不同 我常常舉例 我們中學的校歌 或者大家 聽那些福桑 譬如在森林和原野 用廣東話唱 完全是咬了音 就是有這個 但你普通話歌是沒有這個問題 普通話歌是很有彈性的 這裡其實看得出 那個聲調 其實在粵語而言 是很重要的 但你說懶音 除了聲調 剛才說會有混合之外 我想最多人會注意到的懶音 就是譬如那個NG的聲母 我讀了我 我讀了我 牛 這是挺普遍的現象 但這個已經講了很多年 現在我發現應該那個現象 是越來越普遍 就是年輕一代 很多人有懶音 我們語言學家 尤其是我們比較liberal的去看 我們就說 這是一個語言發展的趨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你說我 我是懶音 很接受不到 其實我又問一下在座幾位 你N和L分不分 在公眾裡 對 雖然你們做電台應該睡覺 但很有意思 就是你問那些 對於我 讀了我 很抗拒的人 其實他自己N和L都可能不睡覺 不如用一些例子說一下 N和L 例如你 我你她的你 女是 女是 L 你就是N 男是女是 男是女 男是女 女 但是 你會發覺 很多人抗拒NG 變成零聲母 我 我 牛 這些人 其實他自己N和L都未必會睡覺 甚至不自覺 不自覺 這其實說明什麼呢 其實N和L的混合 其實是很早已經出現 出現到 可能這一班很抗拒NG 讀零聲母的人 其實他自己學粵語的時候 都已經沒有了這個分別 為什麼我們會抗拒 其實就是因為 我們還在說一個標準音 我 你一聽到我 一定是韌耳 但是我相信 如果 這是一個 無可避免的事情 當你一個語言轉變的時候 你一定會覺得很尷尬 或者很不信義 但是我們做語言學的研究 我們有興趣就是看看 譬如我們會做一些社會語言學分析 譬如什麼年齡層的人會這樣做 或者他的教育背景 會不會他的教育背景好些 受的教育高些 或者他讀相關語言的訓練 所以他的 awareness會高些 這些我們可以去做 以前有一個學者做過一個 挺有趣的 他有看過 蘇穆治五這個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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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我請兩位小翠包各自讀一次 Karen先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好耶 對 沒錯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字典音 如果你查字典它是讀五 即是我們讀後鼻音 用國際音標就是NG 但是你會發現方間很容易讀一組 五 讀一組m 用唇音 鼻音 這就是所謂方間講的懶音 其實會不會是當懶音成為大家的一個習慣的時候 其實就不再是一個問題 沒錯 其實是一個接受度的問題 我自己也是比較抗拒懶音 所謂懶音 如果我們學術點說是音變 即是sound change 究竟說回五五 那個學者就覺得 就是我剛才所說 他去找不同性別的人 男女 亦都找不同年齡層去看 他會發覺年長的是比較保守 年輕的是比較前衛 開放 前衛 前衛 接受程度比較高 對 但最有意思是他看到另一件事 譬如fifteen 這個數字你們會怎樣讀 fifteen 十五 十五 哎呀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 Karen再說多次 十五 十五 有分別的 Karen是把他讀了M 那五十五 Kimi就是十五 是讀完原音 會比前面十字 沒錯 因為十是一個入聲字 結尾是一個p 如果大家讀了跨音是十 是有一個p 不過廣東話的p 是不發聲的 所以它也是唇音 所以很自然就把後面的NG 是同化了 拉上去讀一個唇音的鼻音 所以很多時候 所以這個是有原因解釋到的 這個所謂懶的原因是有解釋到的 Kimi剛才讀 我相信她是不知道標準 還是刻意讀回標準 我平時都是說十五 沒錯 我們是說如果猜十五二十五 你不可以說十五 這個是 但你反過來讀fifty 49 下一個數字是什麼 五十 你可以讀得很標準 不需要讀五十 可以讀五十 是很順的 所以這個是叫做 Karen 叫做assimilation 同化的作用 其實就是同化作用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些現象去看 另一個學者看到另一種有趣的就是 同音字 同樣是五讀音的字 不只是數目字五 譬如下一個五 創一個五 聲五一個五 但她會發現原來大家對於同一個讀音的字 的懶音程度都不同 原來懶得最多就是十五個五 最多人把這個五讀到五就是數目字這個五 但創一個五大部分人都會讀到標準音 就是創五 很少人會讀錯誤 下午 下午 很少人會讀到下午 就是那個程度不同 但不要忘記這幾個字全部都是同一個音 更加複雜了 所以我就明白為什麼 如果母語不是粵語的人 要真的學的話 都挺丟頭的 稍後回來再講多些例子 世界隨意門 葉判詩 詞曲 李宗盛